雪州普仲市中心国中五校 是因为过度精心布置校园而被投诉 土全党副主席莫哈姆排路日前在推特华文说 激活该校家长投诉 过度的新春布置很伤眼 还没有宗教因素 犹如向穆斯林传教 让他们感到不舒服不愉快 为此该党甚至动言要报警 为了批击事件 校方被迫连夜将新年装饰拆下 这让校务们感到无奈 前走的脸 我家人走在落后边缘 我需要可以发生的意愿 出发着没有闹的图权 极端的马来人 你伤害我好深 为什么你要踩我的灯笼 华人传统的节日 不是宗教的装饰 而零二零红圆 真的太讽刺 哦 古宠的国宠 被整个玩弄 为什么你要踩我的灯笼 免费这种出身 华人不该容忍 失去灯笼 没有佳节的气氛 哦 我真的好心疼 有华裔校友透露 他们之后深夜返回母校 拆下校园内的新年装饰 其中一名负责新年布置的校友 更心疼地表示 难道这是第一年 没得在母校 进入农历新年的吗 或是说永远被禁止了 极端的马来人 你伤害我好深 为什么你要踩我的灯笼 华人传统的节日 不是宗教的装饰 而零二零红圆 真的太讽刺 哦 不重的国宠 被乘客玩弄 为什么你要踩我的灯笼 发生这种新闻 正不要负责任 挂了灯笼 你不会变化人 哦 你真的太过分 了吗 想不到 你不要负责任 最后负责任 这种新闻